警方连续第二年以疫情为理由 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游行和集会 支联会决定上诉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提醒市民 不要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支联会就六四集会等提交申请大约一个月之后 警方发出通知书 拒绝批准有关申请 或由于四人限聚令仍然维持 新冠病毒对本地社群构成严重健康风险 而公众集会和游行属于多人聚集的高危活动 对所有市民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又说重视私家条件 亦都无助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 和保护他人权利和自由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提醒 参加和宣传未经批准集结的活动都是违法 最高分别判囚五年和一年 呼吁切勿以身示法 任何尝试挑战法律 无论是限聚令 无论是公安条例 无论是香港国安法 我们都会依法严肃处理的 我不在这里去讨论某一些行为 会不会违反某一个法律 但是根据我们香港的国安法里面 去清晰讲明 任何人如果组织策划实施 用非法手段去破坏或者推翻 在中国宪法之下所定的根本制度 是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 每个人都要向自己的行为负责 支联会说当局只今没有交代 个人参与悼念 或者叫结束一党专政口号 是不是违法 政府不回应 或者没有澄清这件事 其实正正在助长一些言论是三个 令到市民会觉得 悼念六四似乎会为香港 或从而客区 部份的市民令到他不敢 在六四当晚继续闪地烛光 他说将会就警方决定提出上诉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